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 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中华战略及兵器研究协会 研究员李华秋 华秋兄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民众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委 赵令大使 何荣好 各位好 军情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 孝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产党前亚太局主席 方安格 Ross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美中之间的博弈 现在展开新一轮的过招 最近大家关注的 包括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布林肯对上韩正 以及苏利文见了王毅 我们先来看的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特别在9月18号 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场边会晤 和中国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 先见了一面 而布林肯表示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面对面外交 face to face 这是处理分歧的最佳途径 也是探索双方合作领域的 最佳途径 话中有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见面比较好 好 中国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 则是说呢 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 而不是挑战 是增益而不是风险 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 而且共同的追求繁荣 另外一个来看的就是苏黎文 见了王毅 那么他们的地点呢 是在马尔他 这个南欧的小国家 9月16号到97号 那总共呢 谈了将近快12个小时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呢 这次苏黎文跟王毅会谈呢 是美中高阶官员最新的会晤 有可能是会为了败习会来预先铺路吗 但也有人说是跟最近的军事行动蛮紧张 有关系 好 王毅呢 则是透过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来看到说 苏王两人呢 讨论的时间最久的议题是有关台海的议题 我们等一下一并来看 先从布林肯会这个韩正来看 那么现在讲的是说 美中双方其实在这个联大的场边会晤 让大家好像似乎看到了一些 在年底这个败习会的可能的想象空间 大使怎么看这场外交棋局 好 我想当然这个到目前趋势来看 这个败习会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双方最在努力 可是我想帮各位观众回顾一下 就是说今天这个美中的两个大国的博弈 事实上各位所看到表面上目前都是所谓confrontation 都是冲突 竞争 事实上有另外一个C不能忽略 就是compromise 就是妥协了 因为不见得是跟对手妥协 但是要跟现实妥协 美中都一样 今天美国跟中国各自面对不同的一个国际情势的发展 而且各自内部的情势的压力 美国内部的压力也有 尤其拜登现在面对他的竞选连任 现在还有很多未定的威包站 在中国来讲 各位不要忘记 在过去国共内战时期 民国34年 1945年 二战刚结束 各位看到 你记得那个经典的镜头 很多我的学生 他不相信这两个会在一起照相 一个叫毛泽东 一个叫蒋介石 在重庆会谈 他觉得好像国共开始和解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 大家很清楚 两大A咖见面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 对不对 另外就美国来讲 在上个世纪 雷根跟古巴切夫也见面了 所以在上个世纪 在古巴危机开始 美输两强 常常面临到剑拔奴章 就是大战 几乎要一触即发的前夕 突然终于各自要退一步 要compromise 要把这个事情 要做违纪的管控 因为两强竞争的话 不单三两强损伤 全世界都变成大战 所以美苏最后还妥协 各让一步 甘纳迪跟科鲁雪夫 后来美苏县武谈判 雷根也是一样 才做法 所以我想 这事情从历史来看 今天美中的 两强的领袖来见面的话 我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必须要走 可是是不是就 建议说将来美中 就不再竞争 还是有 这只是刚一个过场而已 所以还是要face to face 因为从布林肯 见面总比不见面好 谈话来讲的话 说见总比不见好 那这一次看到王毅 其实他是并没有 去联合国的大会 而是由韩正代表 倒是先见了这个Sullivan 我们等一下一定来看 可是在去见Sullivan 之后呢 就看到他到了这个俄罗斯 好 那么现在看到是说呢 王毅呢 特别在见了这个 拉夫罗夫 也就是俄罗斯外长的时候呢 他特别强调说 中俄双方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然后呢 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更不会被第三方所左右 另外拉夫罗夫则是表示 俄中在国际舞台上面 都致力于保证 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 并且呢 确保国际社会成员的利益平衡 在解决乌克兰的危机上面呢 如果不把各方利益纳入考量 尤其是如果不让俄罗斯参与的话 任何企图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是没有用的 好 那现在看到就是说呢 王毅会见这个拉夫罗夫呢 目前他也在想说 是在为了十月份的这个习谱会啊 可能要预先做一些讨论跟安排 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呢 在王毅到俄罗斯访问的前几天 金正恩才访问完俄罗斯 那美方现在是指控说呢 这个朝鲜跟俄罗斯方面呢 讨论的是北韩要卖武器给俄罗斯 然后那俄罗斯呢 是帮朝鲜来解决能源跟粮食问题啊 所以关键来了 在中间中方的态度就很重要 华球兄觉得您所观察到 中方真正的态度是什么 从这个王毅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我觉得俄朝这个 中国不会是对这个朝鲜 跟俄国开绿灯不会是 而是呢按住 他不可能开绿灯 因为开绿灯太明显了 国际间会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踏伐 所以他不会这样处理 但是我认为啊 俄朝金正恩这一次到俄罗斯去了五六天 那么当中有许多的这个军火上的这个问题 那么许多人说是交易 我认为啊不只是交易 既合作又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去的话 朝鲜主要是提供武器的弹药给这个俄罗斯 但是呢我们从电视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以及普丁 都带着金正恩去看了很多的核设施 很多太空的这个军事的发展 甚至于俄罗斯所做的AI方面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武器都去看了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就我就认为啊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军火的交易 而是一个军火当中的这个技术的传承跟转移 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进步来观察 但是呢 有许多的观察家都认为啊 那么这一次中俄朝这样这三方 中方的主要态度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战争一年多来观察 国际间就形成两个集团 中俄朝伊朗这一个集团 美国日本南韩北约诸国等成了一个集团 这两个集团在这一年多当中 对峙的非常的厉害 一个以美国为首一个以中方为首 但是呢我认为啊 中国大陆在采取这个对峙当中 他采取的既联合又对抗 主要的目的是他要主导国际情势的发展 他要得到话语权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啊 这一次的王毅出巡出去之后啊 是有许多值得观察的地方 而且特别注意到 对11月的这个拜席会啊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促成的可能啊 更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好因为知道中方其实他一直想要推动的是 北韩的就是朝鲜方面的这个非核化 那另外呢也在俄乌的战争上面 现在仍然是不断的强调他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就赶快坐下来谈吧 所以中方在中间的这个立场 或者说他们的态度啊 确实接下来还要我们再密切的关注 不过我们刚刚更正一下 好因为在王毅到俄罗斯之前 他是先到了马尔他这个南欧的小国家 他是先建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Solivan 那大家就在关注说哎他们两个怎么会突然就在马尔他 然后呢就中美双方呢而且是高层的对话 好那所以看到说而且这次对话呢 16跟17号是进行的两天呢长达12个小时 会中讨论的包括美中关系全球跟区域性的议题 还有包括俄乌战争台海议题 AI打击土饼跟美国公民啊被中国大陆拘留 这些议程非常的多 可是当中呢最多时间的就是这个台海议题啊 因为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呢 Solivan跟王毅呢两个人草论最久的时间 是花在台海的议题 而且我们最近从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他们有一个报道 我提供给大家8月底他们曾经报道说 美国的盟友跟对手已经开始思考 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可能性 这个跟之前Russ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曾经研判过的啊 因为现在是想说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这些国家认为说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领导人 也就是对他来说什么都是生意 什么都是交易 也许他愿意做交易 从而缓和台湾跟乌克兰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 综合来看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发生 这个Solivan见了王毅 现在拜登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还有他是不是因为担心到影响到他连任的选情 所以开始在态度上有些调整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拜登政府 他的国安外交团队 他们真的觉得有这个像布林肯说的 这个face-to-face diplomacy 面对面外交是有用的 所以只要有机会见面 继续想跟中方见面讨论议题 但是这个是拜登他的团队 也是拜登他本人好像他自己觉得 只要我的团队跟中方的团队可以继续讨论 那就是一个好事情 台海议题占了最多的时间 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 你觉得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某个程序上也是一种惯例 就是只要美国跟中国见面的时候 中方就会 一直在强调 去台湾 台湾 然后美国你是什么立场 那美国就会说我们一种正式没有变 按照三个公大等等 我们都知道这个官方说法是什么 所以美国就会重复我们 policy 没有任何改变 那当然中方觉得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等一下特别会关注在9月17号跟18号这几天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在外交上面 17跟18号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 同样在台海其实也有一个军事相关的非常重要的焦点 就是解放军总共出动了103架次 我们稍后来谈 但是讲到的军事方面 我们就来看即将在9月底要卸任的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Mili 他的任期9月底就要届满了 最近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也强调美国需要避免 确保避免和中国进行大国战争 希望两岸问题是和平解决 但如果中国大陆试图进攻并且夺取台湾的话 他用了这样的字眼会犯下一个很严重的战略错误 所以特别提醒这样的话是一种战略错误 可是大家也听到了 B站现在变成了是连美国都在努力维持的最大目标 孝伟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你觉得即将卸任的Mili 我们综合来看他在任内 你觉得他最大的攻击是什么 当然因为在台湾我们常年 由于立场上来讲 特别在安全的依赖上来说 也依赖美国甚多 所以对于很多台湾民众来讲 看到美军在全球各地的表现 自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实体 当然我也一直说这并没有错 美国它的核子军力跟传统军力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最大最强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基本上现在就是完全紧追在后 所以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 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来讲 虽然说它跟美国还有一段差距 但如果你光摆在太平洋战区来看的话 因为美国军力虽强 但它是属于一个全球部署 也就是说它的兵力是分散到全球各地 以及它的这个武器配备都是 那它的战略力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海洋国家 所以它要维持世界各地的海运线的这样一个畅通 然后对它来说 这样才能够对美国在外的商业活动 创造最大的这样一个利益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美军也是在海上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也因为这样 美军是全球部署 但是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问题 从大陆的角度来说 是两岸之间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 那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看中国大陆的两岸国家统一问题 当然他们也理解这个部分 但是他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希望彼此间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争端 但是从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立场 跟做法来看 可能性真的也越来越低 那这个时候美国要去思考 如果美国要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美国到底有没有胜算 但其实我们看到 在2002年开始 美国对这个阿富汗 以及日后的这个伊拉克 展开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反恐战争 它的确其实把美军做非常大的一个转化 也就是说过去美军的这个武器 或是它的这个战略 是针对像苏联对华约这样的一个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实体 然后再做进行准备 那后来这20多年的这个反恐战争 让美国转换为一个专门去 有点像是这种 专门在找地鼠 打地鼠的这样一个军队 那当然你说这些武器配备 或者说这些东西 或者这些科技 是不是完全不适用于对大陆的这样一个战争 也并不能这么说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中国大陆在直跟量上面 快速的这个崛起 让它现在基本上 如果跟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决战的话 相信以现在中国大陆军事实力 有可能综合掉 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军的这个军力 近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还有没有力量维持全球的稳定 那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极力的 或说极力的要避免跟北京发生实质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 其实我们讲说国力或者是战力 它是一个相对性的 所以米里特别在这次的访问当中 他也提到说 其实就是美国方面要不断地去维持领先 然后呢 他说美国已经有80年没有打过大国战争了 当然要确保避免发生这种大国战争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 好我们刚刚提到说9月17号到18号 那总共呢被侦获到有103架次的解放军机 再度的出动扰台 而且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其实又创下了最多的共机扰台的记录 因此呢这个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 他就说呢共机方面的两个重点 包括了他使用了苏凯三菱 歼11歼10还有部分歼16的战机呢 明显是在进行压缩我方的限航区 就是告诉我方说呢 其实没有所谓限航区的存在 第二个重点就是进入到我方的这个西南跟南方 还有东南空域的像运620 还有呢这个歼16战斗机 空中预警机这些呢 都是在演练长距离的护航 还有打击任务 我继续请教校伟兄 解放军现在看到他们大量的演练 这边也看到是航机图 就在周边的演练 国防部的这个整个图表 现在看到真的密密麻麻的 好大量的演练 其实呢也有媒体问到了 退役的这些空军的这个军官 不过呢这个退役的将领 曾经有分析说 这个大量的演练 其实大部分的 主要还是针对美军 你的看法 当然大陆的这个出海演练 你的确是可以从他的 演练的这样一个轨迹 来判断他的意图何在 那往往的确是他可能在 那个美方在菲律宾海 有比较多的军事活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大陆的这个 那个解放军 他就会利用这样一个当口 等于说利用美军在 菲律宾海的实体 进行这样一个演练 第一我也就直接 他就直接等于说毫不保留的 把我对你对美军的 这样一个威辙 就在你面前展示给你看 让你美国人知道 我现在能耐到哪里 那第二点当然其实 我是觉得最近这几天 这个大陆的这个解放军 军机的批次特别多 很大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大陆 西南东南沿海一带 天气非常糟 我们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 连接到东沙岛这块 过去一直是在我们这个 有效控制之下 现在等于你 但你现在感觉 有主客异味的味道 完全是在这个大陆的解放军 这个控制之下 第一因为他们现在有空中加油机 像比如说昨天前天 他们有多数的 有好几架次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进到菲律宾海 去协同他的这个空中的战机 进行这样一个演练 这些东西 到菲律宾海的演续 有可能的确是冲着美军的 或者说美国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演细 但是也的确有一间两顾的功效 就往哪儿减三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既能够 威胁到菲律宾海的海域 同样的我也能够威胁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东部 整体来说 它下面的跟上面的 我们通常在这个图看不到的 就是它石渊宫古岛附近的一些动态 加重起来 其实已经呈现一个 哇台湾完全纳入 它火力投射范围的这样的企图 我们这边其实也看到国防部 也是首度的证实说 国军正在同步监控 共军防空跟远火 就是远程火箭这些部队的动态 共军的远火部队呢 其实对台湾是最具威胁的 那是在平坦所部署的火箭军 因为他们配备了 034的这个远程火箭 到底它的威胁有多大 可能会造成的打击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 国防部首先第一次 那么像我们媒体 跟我们的台湾的同胞来讲 共军的地面部队有在动 地面部队动不外 我们看它的部署 有没有在调动 第二个看它的这个部队 集结的这个位置 第三看它的车辆 有没有在运动 这些如果都有 那表示地面部队是在调动 那为什么要调动地面部队 那当然有它的这个军事的 这个动向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那么林山远程的这个火箭 林山远程的这个火箭 它一枚火箭里面 有12发的火箭弹 那么它最大的射程有150公里 同时呢 它如果12发 集火攻击的话 它的范围是有7.5公顷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表示它的杀伤力是够 但是呢 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些林山远程的火箭 它不是只有用火箭 它可以配合东部战区 周边附近的空军 海军的这个部队的这个 协同演习 进行联合作战的这样一个 打击任务 那么这个动作呢 对我军来讲的话 就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国防部为什么会公布 地面部队在 中共的地面部队有在动 那么它的林山远程的火箭 有在这个做进一步的训练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度来关注 OK 两岸的军事非常紧张 现在在加强军事训练 可是现在是传出说 这个美军要训练台军 怎么说呢 日本独卖新闻就报导说 美军计划在2025年以前 在美国军事基地要训练台湾 规模大概是一个营的 这个陆军部队 大约是600到800人 因为早期 其实台湾的陆军官兵呢 到美国去受训 最早大概是10个人左右 但现在已经达到说 150到250人的规模 我要问的是说 到美国去受训 几个人去跟一群人去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而且这会只是一个开始吗 会不会有继续的后续 需要后续 因为这个真的是 一个小规模的开始 那台湾长期没有跟其他国家的军 不管是陆军 海军 空军 没有联合演习 那当然是对台湾的打战能力 是会有影响 那如果真的打战 而且美国要来协助的话 那美国跟美军跟台湾军方 都要沟通合作 对不对 所以当然需要共同训练 联合演习 对双方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规模的确很小 所以或许以后会慢慢变大 当然中方另外会有意见 这一定会有意见 而且其实有些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就是说这也告诉我们 台湾人打仗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还是得靠自己 就是你训练好之后 你回来就是得靠自己 但是很多台湾的民众 也在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当台湾有危险的时候 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出兵来援助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变数 最近美国前总统川普 就被访问的时候 他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媒体问他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说坦白一点 就是你跟拜登的不同 就是如果今天台湾有危险的时候 你会不会同意 就是出兵来援助台湾 川普的答案也很伤人 他说只有笨蛋才会泄露底牌 大使请问一下 川普我们刚刚讲说 华尔街日报说 他是一个交易型的领袖 那是不是台湾也要小心 不要被交易掉 没错 我想这个题目有人很大 就猜测了万一川普重归白宫的话 他的美国政策会不会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议题有前提的错误 美国在川普的任内 他不可能有什么政策 因为过去川普在2016年 所住当选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就有一个表情说 他不是一个policymaker 他是一个dealmaker 交易 所以很早就把他定位他这么 他的一言一行 不是policy 是deal 对 是个dealmaker 不是policymaker 所以而且川普 他在2021年当选之初 我曾经在一个演讲 我就提醒观众的注意 川普这两个字 就涵盖他本人的一个形态 一个价值 川就是他的争议 川流不息 那个谱 就是他的施政的一些弊端 就是谱赌众生 谱 不是谱赌众 是谱赌 把美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人民的利益 全部赌上了 所以以此我想今天川普 要是重回美国政坛的话 我们台湾人民 我想我们台湾过去 有所谓的川粉集团 我不想现在还存不存在 但是我过去很多重复在讲 我还要强调一次 不管拜登也好 不管川普也好 不管是拜登会继续连任 或者是川普重归政坛 两个人都不是 你要比较 我们台湾人民很容易 比较这个人是不是清台 还是这个比较不清台 我跟各位强调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清台的 都是亲美的 都是亲美的 他们都是支持美国利益 尤其川普他对美国利益 看得更是眼前利益 所以川普说战略模糊了 当然他任何的 我个人觉得美国的政客 你说他是亲美的话 在更进一步 很仔细的具体的说 他是亲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那我补充一下 川普当总统十年 偶尔会被媒体会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派军协访台湾 他每次说我不说 但是中方知道我会做什么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对他公平一点 他的说法也没有变 是拜登总统的说法 因为他已经失智 说我们会派冰 等一下我们来看 会不会也是一场交易 就是泽恩斯基要到联合国大会 去发表演说 顺便去争取更多的援助 马上回来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 晚间九点 怀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